他是奥运冠军,却卖掉奥运金牌,换来三百九十九万移民澳洲,面对国人对他的谩骂,他却说,再来一次我也会离开中国,我不后悔。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一位中国的奥运冠军下这样的决心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中国最悲惨的奥运冠军,金牌真的那么重要吗? 陈小敏望着手中闪耀的奥运金牌喃喃自语。 窗外,媒体记者的喧嚣声此起彼伏,他的决定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有人称赞他无私奉献,也有人质疑他别有用心。 这位曾经的奥运冠军,我一点不后悔。 林妖陈小敏出生在江西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他的童年,如同千千万万个农村孩子一样,充满了艰辛与汗水。 每天天还没亮,鸡还没叫,他就得跟着父母去照料家里的酿酒作坊。 那些沉重的酒坛子,对年幼的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但也正是这样的劳作,让他的身体变得异常强壮。 小敏,你又偷懒了,父亲的严厉呵斥声常常在耳边响起。 陈小敏咬着牙,默默地搬起比自己还重的酒坛。 他那双小手因常年劳作而布满了劳茧,粗糙得像树皮一样。 但他从不抱怨,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学会了坚强和忍耐。 每天清晨,当阳光还未洒落在青山绿水之间时, 陈小敏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他和父母一起,将心酿好的米酒从大缸中咬出, 小心翼翼地倒入酒坛中。 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酒水外溢,损失一年的心血。 小敏,你要记住,父亲常常这样教导他, 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要有耐心。 就像酿酒一样,急不得,慢工出细活。 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深深地烙印在陈小敏的心里, 成为他日后成功的重要基石。 12岁那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陈小敏的命运。 那天,县里的体校老师来村里选拔体育苗子。 当他看到陈小敏轻松搬起两个大水桶时,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小姑娘,你愿意去县城学习举重吗? 老师热情地问道。 陈小敏懵懂地点了点头, 他不知道这个决定将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那一刻,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但同时也有离开家人的不舍, 爸、妈,我想去试试。 晚上,陈小敏鼓起勇气对父母说, 父母沉默了许久。 最后,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去吧,丫头, 这是你的机会,好好把握。 就这样,陈小敏背着简单的行李, 踏上了前往县城的路。 那个夏天的早晨, 阳光格外明媚, 仿佛在为他的新生活献上祝福。 02来到县体校后, 陈小敏如鱼得水, 教练很快发现他不仅力气大, 还特别能吃苦。 每天天不亮, 他就开始训练, 直到深夜才休息。 那些繁重的训练, 对其他学员来说是煎熬, 对陈小敏却像家常便饭, 教练, 我还能再练一组吗? 陈小敏经常这样请求。 他的勤奋和天赋, 很快得到了回报, 在各种青少年比赛中频频获奖。 然而, 训练的艰辛远超陈小敏的想象。 每天清晨五点起床, 先是五公里的晨跑, 然后是两个小时的力量训练。 下午还有技术训练和体能训练。 晚上睡觉前, 他的双手常常因为长时间握杠铃而颤抖不止。 小敏, 你确定不需要休息吗? 教练曾经担心地问他, 陈小敏笑着摇摇头, 教练, 我没事的, 在家里干活比这个还累呢。 他的坚韧不拔让教练和队友们都刮目相看。 渐渐地, 他成为了队里的佼佼者, 也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 16岁那年, 陈小敏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他入选了国家队。 来到北京后, 他更加刻苦。 每天的训练强度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但他从不喊苦喊累。 队友们都佩服他的毅力, 私下里都叫他铁姑娘。 小敏, 你今天的成绩又提高了。 国家队教练欣喜地说, 再接再厉, 奥运会金牌就在向你招手了。 陈小敏憨厚地笑了笑, 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为国家赢得荣誉。 然而, 通往奥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一次重要的选拔赛中, 陈小敏因为身体不适发挥失常, 差点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那段时间, 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干这行。 陈小敏曾经对室友说出了心里话, 别傻了, 室友安慰他, 你是我见过最努力的人。 相信自己, 你一定行的。 在队友和教练的鼓励下, 陈小敏重新振作起来。 他加倍努力训练, 终于在最后一次选拔赛中, 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奥运参赛资格。 功夫不负有新人。 在2000年新奥运会上, 陈小敏以绝对优势夺得了金牌, 创造了新的奥运记录。 当国旗升起, 国歌奏响的那一刻,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也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 陈小敏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 那一刻, 他想起了家乡的父母, 想起了曾经的艰辛岁月,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03, 回国后, 陈小敏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他的人生似乎达到了巅峰。 但是, 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无人知晓的艰辛和痛苦。 长期高强度的训练给陈小敏的身体,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他的膝盖和腰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每天都要忍受剧烈的疼痛。 医生警告他, 如果继续训练, 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小敏, 你真的要坚持下去吗? 教练担忧地问。 陈小敏咬着牙点了点头, 我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他不想放弃, 因为他知道自己肩负着全国人民的期望。 但是, 身体的警报声越来越响亮, 他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在2004年牙点奥运会后, 陈小敏正式宣布退役。 这个决定让他如释重负, 但同时也感到一丝迷茫。 离开了赛场, 他究竟该何取何从? 退役后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轻松。 由于缺乏其他技能, 陈小敏一度陷入了迷茫。 他尝试过做教练, 但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角色。 他也想过开个小店, 但又担心自己没有经商头脑。 就在这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萌生,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奥运金牌 拍卖掉呢? 这个想法一出现, 就让陈小敏坐立不安。 金牌对他来说意味着太多, 他凝聚了他多年的汗水和努力, 是他青春岁月最好的见证。 但是他又想到了家乡那些还在贫困中挣扎的孩子们, 也许我可以用这枚金牌做点更有意义的是, 陈小敏暗自下定决心。 当陈小敏公开宣布要拍卖自己的奥运金牌时, 舆论哗然。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 认为这是对国家荣誉的蝎毒。 还有人怀疑他是不是遇到了经济困难, 甚至有人恶意揣测他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面对分支踏来的质疑和批评, 陈小敏保持了沉默。 他知道, 自己的决定注定会引起争议, 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 拍卖会当天, 陈小敏的金牌以五百万元的高价成交。 当拍卖时敲下木锤的那一刻, 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那不是后悔的泪水, 而是释然和欣慰。 这笔钱, 我会用来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大学生。 陈小敏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梦想。 他的话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很多人开始理解并支持他的决定,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 让人们质疑他炒作, 因为拍卖金牌的五百万陈小敏纸捐出了一百零一万。 零四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陈小敏宣布要用剩下三百九十九万, 让全家移民澳大利亚。 这个决定再次引发了轩然大波, 为什么要移民? 难道祖国对你不好吗? 很多人不解地问。 面对质疑, 陈小敏坦然回应, 我爱我的祖国, 但我也希望能为家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在澳大利亚, 我的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们全家也能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 他解释说, 多年的训练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他需要更好的医疗条件来照顾自己的健康。 同时, 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一个更自由, 更开放的环境中成长。 尽管依然有人不理解他的选择, 但更多的人开始尊重他的决定。 他们意识到,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应该由自己来选择, 而不是被他人的期望所舒服。 在移民澳大利亚后, 陈小敏开始了新的生活。 出道异国他乡, 他面临着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等诸多挑战。 但是, 他凭借着运动员的韧性和毅力, 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 他学习英语, 参加社区活动, 结识新朋友。 同时, 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他定期回国, 探访自己捐鉴的希望小学, 关心那些受资助的大学生。 陈小敏也关注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状况。 他深知, 很多退役运动员面临着和他类似的困境。 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为那些处于人生转折点的运动员提供建议和支持。 金牌只是一个符号,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和坚持。 陈小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 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同时也不忘回报社会。 他的话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也在中国国内引发了热烈讨论。 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对成功的定义, 思考如何在追求个人梦想的同时, 也为社会做出贡献。 陈小敏的故事被多家媒体报道, 他的经历成为了一个激励人心的典范。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他的选择。 有些人仍然认为他背叛了祖国, 抛弃了培养他的国家体育系统。 面对这些质疑, 陈小敏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他说, 我理解大家的不同看法, 但我不后悔。 我的选择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 这是最适合的。 我永远感恩祖国对我的培养, 也会继续为中国体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么, 你怎么看待陈小敏事件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